各位同学好,在这段影片里我们要介绍三种结地组织 第一种结地组织是疏松结地 第二种结地组织是纤维结地 第三种组织是脂肪组织 首先我们先来看疏松的纤维结地组织 结地组织的特色是借由细胞兼职来加以命名 疏松纤维结地组织又被称为疏松结地组织 这是因为细胞兼职主要的是以排列疏松的纤维为主 疏松结地组织内的细胞主要的是纤维母细胞 以及游走在组织之间的聚氏细胞 纤维母细胞可以分泌胶状基质中的纤维蛋白 这些纤维状蛋白有三种种类 分别是胶原纤维、弹性纤维和网状纤维 其中胶原纤维和网状纤维 它的蛋白质是一样的 其中这两种纤维都是由胶原蛋白所组成 但胶原蛋白的成分有一些差异 我们看下方的图 这些看起来像细胞核的部分 就是纤维母细胞或是聚氏细胞 人的颜色比较淡但是比较粗的 大多数是胶原纤维 在细胞兼职中排列疏松的 其中胶原纤维比较粗比较坚韧 可以扮演很好的支持力 耐拉扯 弹性纤维是由弹性蛋白所组成 拥有比较好的弹性 弹性纤维是由弹性蛋白所组成 固定起来 接着我们来看致密的纤维结地组织 致密的纤维结地组织 也通常被简称为纤维结地组织 它命名的由来是因为它的细胞间值 主要由结构致密强韧平行排列的 纤维蛋白为主 这些纤维蛋白也是由散生在细胞间细中的 纤维母细胞分泌而来 例如将肌肉连接在骨骼上的肌腱 以及在关节的地方将硬骨连接起来的韧带 都属于致密的纤维结地组织 在这张图上我们看到一条一条的是有许多平行排列的 纤维蛋白所形成的 最后我们来介绍脂肪组织 脂肪组织在结地组织当中非常的特殊 主要的是因为它的细胞间值比较少 而细胞大多数层球形 在细胞里面充满了脂肪油滴 脂肪油滴可以储存许多能量 皮下脂肪层可以做很好的热的绝缘体 在内脏的周围也有许多脂肪组织 可以做保护跟填充的功能 以上是我们介绍的三种结地组织